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obre Viecher Skajite Pajalsta Skajite Pajalsta 你看很长对不对它是一个片一个开头 这个最常用你只要在俄国 开口要问人家说什么路怎么走 然后火车站在哪里 或在校园面问一下图书馆在哪里 然后行战大楼在哪里第一句开口一定就Skajite Pajalsta 后面就接你要问的问句就好了 就是please tell me 这样的意思请告诉我 或什么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这样子的意思 这是很礼貌用法一定要记起来 好来下一个单子 Inastranets Inastranets Kitayets 括号里面 Kitayanka 再一次Kitayets Kitayanka 柯 Rusky Russey Russkay Ruskay hypert Q merak FundE ПОЗNACOMМИТЬСЯ ПРИЯТНО ПРИЯТНО КУДА КУДА БИБЛІОТЕКА БИБЛІОТЕКА ВМЕСТЕ ВМЕСТЬ ПОЙТИ ПОЙТИ ПОЙТЁМТЕ ВМЕСТЕ пойдемте вместе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ть 好,四十九 есть, завод завод рабочий рабочий профессор профессор учители учительница учительница дом дом один квартира квартир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уже уже пенсия пенсия физик физик институт институт сосед сосед шофер шофер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уголов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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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лица улица ポチタ ポチタ カンセルト カンセルト サプラニエ サプラニエ 好 第一个 ピアティ第五 因为我们这是第五课 反正他第几课 就会有一个第几出现 ピアティウロク 就是第五课 第五 那斯拉斯比奇我想不用解释了 我们已经很熟悉这个字 斯拉斯比奇 逢人时的寒暄用语 您好 这是一句安全 很安全的用语 没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也很礼貌 Dobli Vietcher 就是什么 晚安 我们之前有没有讲过 早安午安晚安 有 Dobli这个字就是 wonderful美好的 如果用在形容人的话 就是指他非常的 就是kind 就是 人词 和哀可亲 和善 这样知道吗 Dobli 好 那晚间 晚上我们有学过 Vietcher是晚上 对不对 所以晚安就是Vietcher 那但是这个晚安 是指那种 就是晚餐 就是大概 就是六点 六点一直到睡觉前 十点 十一点这样子 可是如果到深夜的话 你这个是指还没有要睡觉 就是晚安 那个 假设我们现在晚上七点听一个演讲 然后说各位同学晚安 那这个时候晚安是指 我跟你们打招呼 对不对 我要演讲 我跟你们打招呼 并不是说晚安我要睡觉了 那如果是睡觉前的晚安 就有另外一个 我有讲过对不对 Sparko in Noi Noche 就是Good night 是Sparko in Noche 那Good 那个Good evening 就是这个 Dobli Vietcher 是不一样的 你英文会不会分 你们英文会分 对不对 那俄文也要会分 好 所以这个 Dobli Vietcher 是指 Good evening 的意思 不是Good night 好 Scarricche 它是一个命令式 起始句 那我们这一课还没有教 那你就记得 Scarricche就是 有 那个 您告诉我的意思 因为它后面是不是加切 有切 我们只要看到动词后面是切的话 就表示 对方的主词是V 对不对 意思就是 您告诉我 那后面的 Bajalsta 就是Please的意思 所以整句就翻成说 请您告诉我 请告诉我 而且你是把对方称呼为您 所以是不是很礼貌 请您告诉我 所以你要问人家说 我朋友学过什么 哪些 图书馆 你是新生 你来到南谈 你不知道图书馆在哪 你就随便抓了一个 路上抓了一个学长或学姐 来问说 请告诉我图书馆在哪里 在俄文这种句型是很礼貌 就 Scarricche Bajalsta Gadje Bibli Aceka 我们学过图书馆 对不对 有学过图书馆吗 还没 等一下 所以你要问图书馆就是 Scarricche Bajalsta Gadje Bibli Aceka 那我们学过宿舍 对不对 Scarricche Bajalsta Gadje 那你说说三宿 Nomere 3 Nomere 3 就是三号宿舍 只好这样讲 这样懂吗 所以凡事只要问人家之前 就直接 Scarricche Bajalsta 就对了 就很礼貌了 你就已经先释出你的善意了 好 就是请告诉我 好 来 再来 Innastranets 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 你会觉得这个字很长 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猜 俄文 只要很长的字 他都有 可以猜 那你猜开来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 基本上 Inn 这个prefix 这个前缀 前缀 它就是指外来的 外来的 Inn就有外来的的意思 这个prefix 有外来的意思 就像英文 也有一些前缀 加了一些前缀 就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对不对 那Stran 这个Stran 我告诉你们 给你们一个单子 Stra 那 中音在后面的R Stran 那呢 它是一个R结尾的 所以是音系名词 对不对 它是国家 那在俄文里头 Yes 跟Nick 或Cheli 都有指人的意思 我们学过 我是不是教过Cheli 你加下去就是有ER的意思 英文的ER 那除了Cheli以外 Yes 也是一种后缀 表示人的后缀 加了也是 它有表示人的意思 所以你看 Stra那是国家 那不是跟你同一个国家 那不是跟你同一个国家 是外来的 另外一个国家 外来的国家的人 那就是谁 外国人 那你知道后来 20世纪末 我有一本新字字典 就是20世纪末的新字字典 它就有一个 字是IN 后面加地球 所以你可以猜出 然后再加野词 你猜出是什么吗 对 可是那个字还没有很正式 就是它只是在某些 杂志或某些报纸 有报导过 所以它列入新字字典 新字字典还不是非常 standard的字典 就是说它会把一些 曾经在报章杂志 或某些政治人物讲过的字 新的 放进去 那 这些字典可能经过了 它是一个实验型 要经过十年 二文的字就这样 一些新的字 新出现的字 它要被 真的书面上引述过 至少三次以上 而且还要 存在一段时间 没有不见 它就可以进入正式的字典 他们是对字是这样子 那这个新字字典呢 它每一个字 可能都只是算实验阶段 就是它先把它收入 起来 那要放经过一段时间的话 它如果现在还在被使用 还有被引述 它就可以进入到他们 整整的 大字典去 他们的科学院 固定出的字典 所以 这个字啊 时间还没到 然后我不晓得它现在有没有进去 因为那个是我 毕业之前 看的 买的字典 那那个时候 或许现在俄国新的 出的新的字典或许有 可是台湾好像没有那么严谨 像比如说 现在最流行就是什么 小三这个名字 我上礼拜天去检考 然后那个一个 就是几个老师聊天 他们还讲这个名字 就用这个名字来讲 然后我就说 那这个名字 现在是流行 可是一段时间会被淡忘 可是如果这个名字 真正它之后就存 就是存在在言语之中 没有被淡忘的话 语言之中的话 它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用词 对不对 那一样的道理 那可是 不晓得啦 我觉得语言是活的 它也是包容性很强的一种东西 就是说只要广泛被使用 而且大家都接受 我觉得它是语言是可以更新的 或是增加一些新的东西 那这个呢 这个字是指外国人 那女生呢 他是男生是 就是男的外国人 那女生的话就 这个也词就没有 就是对 这样知道吗 所以女性外国人就 到这边都对 所以后面也词不要改成卡 这个是阳性的 那inastranka就是阴性的 那我们常常就 我可以讲 如果我现在在俄国 我讲 我是外国人 女的 好 那中国人呢 就是kita 也词 我们有学过 kita 也是中国 对不对 第二课 那中国人 男的 就kita 也词 臭命是不是也词 也词 那女的 中国人就kita 样 卡 那台湾人怎么讲 台湾人是这样 男生就是 因为台湾是台湾 对不对 台湾男生是 台 对 台湾 nets 可是女生 不能讲台湾样卡 不是 女生是 台 万卡 直接台湾卡 没有样 没有呀那个字 只有中国有 kita 样卡 有加一个呀 为什么 为什么他多一个呀 因为中国 kita 也语 后面是 ikara 截尾 他是因为那个 ikara 截关系 所以他多一个呀 可是我们台湾 并没有ikara 截 台湾的原型 是台湾 没有ikara 所以他不会有一个呀 出来 那同学要注意 我 就是说 我是台湾人 我们是讲 台湾ese 那那个台湾ese 要不要那个 大写 也是 有嘛 那如果是中国人 是Chinese Chinese有没有大写 有 可是同学要注意 在俄文是这样 Chinese 就是指 中文或中国人 都不大写 因为他们认为 不是专用名词 只有中国 国名才要大写 了解吗 像日本才要大写 日本人或日语 都是小写 对俄文来讲 日语或日本 都只是一般名词 然后只有日本 讲到国家的名字 才算专有名词 其实我觉得 这种逻辑才对 为什么中文要大写 中国人要大写 中国人你看 世界有十几亿 怎么会是专有名词 我觉得专有名词 就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他专用的 我这样觉得 可能我的想法 比较狭隘也许 但是 我觉得狭隘 但是我觉得严格 可是美国 美国人也是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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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觉得所有的国家的人 都大写 台湾人也大写 非洲人也大写 非洲的 比如说利比亚人 也是大写 我是指语言的系统 看代是不同 英文是吧 它通通大写 可是俄文 所以要小心 因为我怕同学 你们的英文概念 都比较强 我怕你们拿英文的方式 来套用在俄文 不行 注意哦 俄文里头 只有国民才需要大写 讲到语言跟 人种 是不要大写的 比如说 中文 中国人还是小写 只有中国要大写 美国大写 美国人跟美国的 都是小写 还有美语都是小写 这样知道吗 在俄文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他期待的 这个期待样子 有没有大写 并没有啊 可是你翻第二课 期待是大写 我老师在讲的是这个 了不了解 Panjatna 接下来下一个 Rusky Rusky呢 就是俄国人 或俄文的 那个 括号里面的Ruskaya 就是女的俄国人 那也可以 那个俄文就是只用 因为语言 Ezyk 语言叫Ezyk Ezyk是阳性 所以讲语言的时候 就只能用阳性的 所以就如果要 拿俄国人当俄文来讲的话 也可以 就是Rusky 只能用Rusky Rusky也可以当俄文 就是Rusky Ezyk 就是俄文 那我们可以省略就有Rusky 就像说English language 我们省略Language 我们就讲English 就知道是英文 对 那如果是日文的话 我们就讲Japanese Japanese可以除了当日本人 也可以当什么 日本的 可以当形容词 对不对 它本来是Japanese Language 可是我们把Language拿掉 也可以省略 就变Japanese 变日文 一样的道理 那俄文 俄文也是可以用这样 那你说台语怎么办 它就是Tayvansky 它一样用形容词当 那个语言的名称 那只是我们台湾人 又另外一个学校 就变成有三种 那像俄国啊 美国某些国家 它会变成人 人种跟语言 是同一个单字 就像俄文 你看俄文呢 就是Rusky 那俄国人也叫Rusky 俄国的也叫Rusky 都同一个字 就跟那个英文是一样 English English 是不是可以当英文 也可以当英国的 也可以当英国人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台湾有没有讲 没有 台湾Nies 可以当 台湾有啦 台湾有 那但是在俄文就没有 要看国家 它不同的国家 会有不同的讲法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一点 看国家 跟英文不太一样 我本来是想说 好像他们有点 是不是歧视 就是亚洲的都是这样 然后因为英文是这样 我觉得 你会发现 有后面加Nies的 几乎都是亚洲 非欧美 欧美的话 有这样吗 有加Nies的吗 欧美的人 比如说法国人怎么讲 那个 它有 有加Nies吗 可是俄国没有 我本来以为 我刚才想俄文 俄国并没有 你看 意大利 他们叫 Italia 那意大利人就 意大利女生 就Italianca 他也没有加什么Ski 什么Skaya这样子 所以他没有 意大利是欧洲 那法国 法国的话 法国就刚好跟俄文 法国是Francia 法文是Francuski 那他们的 男的法国就一样 Francuski 是碰巧 他不会说 欧洲的全部都是 就是 那个全部用什么Ski 这样子 好像比较高一级 就像说 没有加Nies那一种的 然后 可是像意大利人 他还是一样 有加那个 那样卡 那样卡感觉上 就好像是 就是所谓英文的 什么什么Nies 那种感觉 可是他并没有 那像德国人 他 就Niemets 他还是用Yets 我跟你讲 加Yets 或者是什么卡的 基本上就是 有点像亚洲的 什么Nies 那种感觉 那可是你看德国 德国是Niemets 他还是用Yets 然后女生就 Niem卡 还是加卡 对不对 所以他 那俄文并没有这样分 他们欧洲国家 就是一种用法 亚洲国家 就是一种用法 你看我们的用法 跟意大利人 跟德国人都一样 他并没有分亚洲跟欧洲 我觉得 比较好一点 比较没有歧视 感觉上 那英文的话 好像 对啊 你自己仔细思考 亲一次好像 亚裔 亚洲国家 跟一些非洲 好像都是被加Nies 被冠上Nies 可是欧美的 好像就 没有 这个 不知道 之前有人 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 OceanRod 后面下一句 Rod 是高兴 它是一个形容词 短尾的字 可是形容词 我们还没教 你就先记得 Rod 就是高兴 所以OceanRod 就是非常高兴 但是呢 因为它是形容词 短尾 这边有用法上的 那个差异 我们到处讲到形容词 会讲 形容词有分长尾 跟短尾 我平常 之前有带你们看 形容词的变革表 对不对 那个后面有OE 或乙乙结尾的那种 有没有 形容词字尾 那个都是长尾 那有形容词短尾 就是将那个尾巴都去掉 那 可是形容词短尾 会跟着人 人的性别在变 比如说OceanRod 就很高兴 对不对 那我很高兴 我今天来 我们都会 说今天很高兴 来到这边 跟大家见面 那是谁很高兴 我讲话 所以是我很高兴 对不对 那我们会讲 YAH Ocean 高兴是什么 Rod 对不对 就是I am happy I am glad 在英文里面 happy跟glad 是不是也是形容词 好 这是形容词短尾 因为后面没有那个什么 什么OE 或YKLAQUE 那种字尾 所以它叫短尾 那只要是形容词短尾 会跟人的性别 主持的性别走 那我今天是我说话 YAH OceanRod 我要讲OceanRod 大 因为我是女生 老师是女生 这样知道吗 如果是OceanRod 是指男生 所以来 当主持是ON的时候 就用Rod 因为是阳性的 所以没有R 了解吗 如果当主持是Ana 的时候是女生的 的时候就是Rod 终于在这边 那当主持是负数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用Ana代替好了 那也包括Mu或V 这些好不好 我们也包括V 或Mu 主持是负数的时候 就会用Rod 负数 Rod 负数就叫Oi 了解吗 所以OceanRod 如果有一个讲OceanRod 表示他是女生 那如果讲到OceanRod 就是指负数 那如果OceanRod 是指男生 主持是男生 了不了解 所以OceanRod 所以OceanRod是非常高兴 而且男生是用OceanRod 女生OceanRod打 PasnaKomitsa 它是一个是认识 而且加虾的话就代表互相认识 双方彼此认识 互相认识的意思 带虾是不是表示有互相的意思 那它后面刮号2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第二变味 这个动词是第二变味 Priyatna是愉快舒服 我们常会讲说OceanPriyatna 很愉快 这个最常用在什么时候 最常用在说 比如说我介绍你们 我说这个是Andrea 然后那个是Masha 你们当人家介绍你们两个认识 你会对 Nice to meet you 对不对 那俄国最常讲说 OceanPriyatna 就是我跟你认识 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感觉跟你认识 是一件令人 就是觉得愉快的事情 这样子吗 所以他们就会讲OceanPriyatna 其实完整的讲法是 OceanPriyatna SvaminPasnaKomitsa Svamin就是with you的意思 S就是with Vamin是Vuid的第五个 因为老师有讲过 Vas要加 不是 S要加第五个 对不对 那Vamin就是 Vuid的第五个 Vamin这样写 Svamin Svamin Vamin是第五个 Vuid的第五个 所以我们讲说OceanPriyatna Svamin 再加PasnaKomitsa 有没有那一个动词 就是很高兴跟你认识 可是太长了 我说过俄国人常常审话 所以就讲OceanPriyatna就好了 所以就只要OceanPriyatna就好了 那OceanPriyatna 还常用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是来 跟同学做演讲的 我今天来到这边很高兴 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同学 谈谈什么什么 或者说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跟同学面对面 谈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呢 很高兴 他会讲OceanPriyatna 对 那还有什么时候呢 去人家家里做客 玩得非常尽兴 吃饱喝足了 然后都会讲说 今天真的太愉快了 就OceanPriyatna Svaminia OceanPriyatna 就是今天太愉快了 所以OceanPriyatna 这句很好用 然后要学起来 那你也可以讲说OceanPriyatna 男生就讲OceanPriyatna Svaminia OceanaPriyatna 那女生就要讲OceanPriyatna Svaminia OceanaPriyatna 可是我就用OceanPriyatna 就好了 那你会说老师那OceanPriyatna 这个字怎么没有分男生女生 因为同学记住哦 这个是O结尾的 O结尾的除了中性名词以外 就是副词 你记不记得老师在上学期 或在学期都跟同学说 我很喜欢副词 为什么因为副词不变 副词不用变 副词永远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Priyatna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还是你是多数 都还是Priyatna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很棒 所以我就会鼓励同学说 就把OceanPriyatna背起来就好了 你常常用这句话 会让人家觉得很愉快 而且也让人家觉得你很有礼貌 而且你又不会讲错 多好啊 一举素得 那Kuda呢 Kuda是往何处去 它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你要去哪里 就是Kuda 那如果是静态的 我们上学期有学过 副词 所以呢 同学我们来区别一下 我们上学期学过 Kuda 我们可以说 你在哪里就 因为俄文不用B动词 现在是什么 Gudgeti 你在哪里是不是Gudgeti 那如果 我们现在学的Kuda是动态的 是要去哪里 那同学会不会翻这个字 Kuda 那是什么意思中文 对你要去哪里 没错 你在哪里 跟你要去哪里 有没有差别 用中文来翻译 就差 有差啦 所以这个 Gudgeti 是指你在哪里 Kuda Gudgeti 是你要去哪里 是不一样的 要注意 这两个要注意 然后有时候那个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好像看到 有人走错路 如果是你的很熟同学 你说 去哪里 去哪里 对不对 他一直往前走 然后走不对 去哪里 去哪里 然后俄文就 K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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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时候 人找不到 小朋友有时候 就会被他说 妈妈你去哪里 我都找不到 然后就会说 Kuda 这样子 就是还有点 这样子 小小的万坛 Kuda 那种语调 就会有那种 常听到这样子 找不到一个人 说你跑去哪里 乱跑 有时候小孩子 也是都乱跑 妈妈找不到很简 Kuda 这样子 那个 就是用Kuda 来问 好来 下一个 单字 名字很长 就是Bibliaceca Bibliaceca 就是图书馆 我在猜这个跟圣经 是不是因为圣经 因为英文 俄文的圣经叫Bibli 就是前面那个Bibli Bibli 然后L对不对 后面他加一个Milkisnak Bibli 就是圣经 英文是Bible 然后俄文是Bibli 就是前面的那个Bibli 然后再加一个Milkisnak 那我在想因为在欧洲 他们其实很崇尚圣经 对不对 因为都是基督教天主教国家 俄国也是基督教国家 就是他是基督教里面的旧教 就是东正教 圣经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 而且是最重要的读物 对不对 最重要的书籍 所以我在想说 图书馆里面一定都有圣经 就是他们圣经是最重要的 所以图书馆这个字的衍生 来是不是从圣经来 这是我猜的 因为字跟上是一样的 可是我的老师从来没有跟我讲到这一点 但是我想说 从这个字的字跟来判断 加上俄国是新基督教 就是基督教旧教的国家 也是跟圣经 他们也非常崇尚圣经 我想应该是合理 这是我的猜测 但是我觉得我的猜测是有根据的 但是我没有得到应征 因为我没有问过老师 老师也没告诉过我 这是我自己想 可是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你们知道我在那个俄国 有时候就去观一些教堂或修道院 你知道他们多爱圣经 那个圣经都很夸张 我没有带图片给你看 如果有修过俄国文化的同学可能就知道 我就是应该几乎每个班 来得及的话 我都给他们看一本 介绍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书 里面刚好有几页 就是我都会让同学猜 就一整页一大张 就是上面就会看到 上面都是香满宝石或者是珍珠 或就黄金的 黄金雕刻的一个 好像风套 套着一个东西 然后上面还有珠宝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珍珠很多 然后一页一整页这样子 就只有那张照片 问同学说这是什么 很多同学都猜不同的 就是说有的说 我忘记同学猜是什么 然后到最后都会有同学猜说圣经 对他的圣经就用那个 他们圣经的书套 是会用东西把它 他除了金装本以外就算 他还会把它外面用一个东西保护起来 那他们那个套子是用那种黄金做的 就是黄金然后有雕刻有没有 或镂空 然后上面可能还像一些宝石 珠宝 各种颜色宝石或钻石 然后还有那种珍珠 那个有的圣经很大一本 就是比这个桌子还大 就是可能 然后就放在那个桌上 就是那个教堂的桌上 那但是他那教堂如果开放给人家参观 你会说哇那要不要偷啊 或是挖一颗 没有啦他如果开放你参观 他会用一个那个压克力的罩子或玻璃 玻璃罩子把你倒在那边 你不可能去拿啊 你不可能啊 然后呢那平常在 那个教会的仪式的时候 他们那个圣经如果 那个神父在念祝祷文 在念一些祈祷就是的词句的时候 那个圣经很大对不对 要怎么翻 我觉得那个这么大本 都放在桌上翻嘛 他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修道士 就是那个 出家的修道士大概才十几岁就是 还小的就会去帮他翻 翻那个声音就有点像 你会看过人家那个合唱团比赛 然后伴奏钢琴伴奏老师 常有时候旁边会站一个那个翻谱的 翻谱的学生 然后那个就好像 就有一个小的修士 连自己比较轻的修士 会帮神父翻那个圣经 他们那个圣经的那个装饰之华丽 很真的很 很特别 有时候是整个是黄金的 但是他上面就是可能一个十字架 就用 那个浮雕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说 上面就有耶稣的一些故事 就是圣经的故事在上面 但是整个都黄金的 就是书套是黄金座 或是珠宝座的 你想 他们就是非常的 华丽 而且非常的注重这个 外来语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怎么讲 但是英文的话就不太一样 英文的话是那个吗 其他都一样 真的 那有可能 法文也是 Bibliatech 法文是Bibliatech 然后德语是 德语就不太一样 俄语是Bibliatech 西班牙语也是Bibliatech 意大利语也是Bibliatech 那应该是欧洲语言都是Bibliatech 对所以他 是外来语 到底谁的外来语 搞不好是俄文影响其他 不一定 欧洲语言都影响来影响去 我在猜这个语言 应该是 应该是来自希腊 因为俄语是 希腊影响很深 希腊语影响很深 那大家都知道 希腊其实是一个 古国 在欧洲文化是一个古国 最早的希腊文化 记不记得 希腊在 那个在罗兰时代之前 希腊文化就已经 很强盛 尤其是在那个 哲学 有没有 柏拉图 雅里斯多德的时代 还有希腊神话故事 是不是很有名 所以在哲学 宗教这一块 希腊是 应该是比较早的 然后后来 接着希腊之后 变成一个很强的文化 拜占庭文化 拜占庭文化是涵盖到希腊 是从希腊那边 然后后来最后拜占庭 把欧洲这边也征服 拜占庭最后又变成什么 罗马 罗马帝国 那分东东罗马西罗马 但是西罗马很快就 没有了 那整个东罗马 统治了整个欧洲 那拜占庭文化 就是希腊文化 是什么时候正式进入俄国 大概在第九世纪 然后第十一世纪的时候 非常全面 就是比较全面在影响俄国 所以俄国是在 第十世纪还是 我想一下 可能是十一世纪 有点忘记 那个时候呢 俄国的皇帝宣布 俄国的子民要去受洗 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他其实他的基督教 从希腊来的 所以我在想 应该是受希腊的影响 应该前身是希腊 那你看意大利 他会受希腊影响 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 意大利也是在 那个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 那俄国本身就是受希腊的宗教 跟文化影响很多的 那再来 那个西班牙 西班牙和意大利 都是天主教国家 其实就是都跟 那个罗马帝国 就是在罗马帝国那时候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在想 应该是可能啦 他们彼此都不是 不是说 俄文允许影响 西班牙文或法文或德文 应该同时 他们都是受到 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原因 反正他们都是拉 就是同意 在印欧洲的语系 那 很巧对 你找到这很好 这是这个字典有用的时候 平常都在批评他 现在有用 还不错 谢谢你告诉我 我倒不知道其他语言 也叫Biblia介考 我每次教到这同学都说 老师我很讨厌 为什么他图书馆又这么长 那英文是 Library 就觉得好像比较简单 俄文Biblia介考 好来 Fermisch呢 它是一个副词 就是Together的意思 Fermisch在一起 一块 对一块 一块是指在一起 不是一块两块 不要忘 不要 那个就一块 我们一块走 等下 可是好像台湾人比较少这样讲 我们一块走 我们一起走 一起 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住在一块 都对啦 都有人 可是好像 我们 好像比较口语上都讲一起 比较对 同学都习惯讲一起 好 巴一记呢 就是一记那一个字 只是加了一个波 我们是不是有学过一个字 就是写成一的气 可是要念一气 对不对 是不是有我们学过这个动词 一记就是Go 那很多动词 我们现在开始要慢慢要进入这样的主题 但是这个动词 在专门讲这块动词很难 这块动词不是这一课 所以我先预告一下就好不好 我们不要让同学压力那么大 我们在俄文里头 有很特 动词有很特殊的一种用法 就是有一些动词 它如果是可以移动的 像走这个字是不是就有移动 Go 做有没有移动 没有就是做完 那是静态的动作 那有移动的这种动词 它常常会在前面加一个 可以加一个波 还是同一个字 但是呢一气这个字加了波以后 这边会改变 就会变成像课本单词那个变 啪 什么 啪一气 是不是有一个大魁啊 等一下有点忘 拍一气 就不会是波再加一的气那样子 写成一的气 不是是拍一气 它其实就是一气 一样 这个动词就是一样 但是你说老师 那有波跟没波一定有差 对 有加波的话 通常都有那种 表示动作要开始的意思 那也有 表示 动作可能持续 就是它表示说 它已经完成那个动作 有这些概念在里面 那你现在不写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它是同一个字就好 但是它可能在语意上或使用上 有一定 在语意上有 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到时候可能后面的 某一刻我会 讲 专门在讲这个 文法就会专门讲 好不好 你大概知道就好 那比如说 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 它有一个概念 加勒波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有 动作开始 那如果我说 走吧 走吧 我们走吧 那表示是我提议现在开始动作 那就要用拍一气 对 那我说 走吧 一起走吧 就是拍一气 分明是 就这样子 了解老师意思吗 可是一气就不会讲一气 分明是 一气就没有开始的意思 那通常在讲说 一气分明是 那大概是指明天的事情 因为还没有要开始 就是我们明天一起走 我们明天一气分明是 我们明天一起去 这样知道吗 可是如果是现在当下 口语上它会说 拍一气分明是 可是问题是主食是我们 就会用拍一气 没的那个变化 可是它没的变化 反而那种用法比较少用 他们还会再加一个切 就是本来拍一气 没是拍中 可是呢 他会讲拍中 且分明是 因为那个是个口语 加一个切 好像又有礼貌的意思 所以它那个变成有一点 特殊 就是一个口语用法 好像 我们这一课 有给这个片语吗 等一下 我找一下 拍中 且分明是 有 好 同学下一个就是了 我们一块走吧 有没有看到 拍中 且分明是 且 有没有看到 其实照道理 我们一块走 请问主持是谁 妹 是不是 本来拍季在 妹的边位 应该只有拍中 我看一下 后面有没有边位 有 同学请一起看到51页 好不好 一起来 我们 分明是且 我们一起来看 分明是且 你会听到永远都听到说 有没有看到 拍季 51页 那 妹是怎么讲 妹 拍中 照道理说 我们一块走 应该是妹 拍中 分明是且 对不对 这个是标准符合文法的用法 但是很奇怪 在俄国人 在讲这一句 表示口语的时候 他会讲 从拍 在拍中 后面再加一个 且 你会听到 永远都听到说 走吧 Let's go 就是 Let's go 就是拍中 且 分明 加一个且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且 是另外加上去 表示有特别 他口语上的使用习惯 了不了解 你不要因为说 主词是 妹 那我就拍中 分明 有啦 也有人讲拍中 分明 可是那就比较没有 那种口语的情绪 在里面 比较没有那种 口语的那种 感觉 这样了解 我是意思吗 那个是符合文法 的讲法 也不能说你错 但是比较少人那样用 比较少人用错的那种 你说老师 那拍中且 变格上就错了 没不是拍中且 可是大家都这么用 就像说 这个是一个习惯用法 我只能这样跟你解释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就讲说 Let's go 就是拍中且 分明是且 那有时候 如果你不要讲 那个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讲说 拍中 他们有时候很简单 就拍中 因为拍中 是谁在拍中 母 我们 所以就拍中 简单一点就拍中 那不然你就讲拍中 且分明是且 你有没有看到他很口语 因为他打惊叹号 只要惊叹号 在上面是不是就有情绪的 在里头 通常有带有情绪 应该都比较口语的情况 好 再来一个哈拉朔 哈拉朔就是好 哈拉朔这个字 在俄文用途很广 它是欧结尾 所以它是副词 它是副词 那像在俄文的话 哈拉朔我可以 用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 跟你们讲东西 讲俄文 你们表现得很好 我说欧群哈拉朔 我除了讲 马拉茨以外 我还可以讲 欧群哈拉朔 这样知道吗 很棒 表现得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同学跑来问老师 老师会不会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说好啊 OK啊 好那我也可以讲哈拉朔 这样知道吗 那还有说 他俄文说的很好 我们也可以讲说哈拉朔 就是说 on gavarit paruski 哈拉朔 你虽然前面那句 好像听不太懂 只听得懂on跟哈拉朔 可是我讲on gavarit gavarit就是speak paruski就是俄文 用俄文在讲话 他是用副词 你说老师 俄文不是Ruski吗 我前面多一个po 在一个横杠 我讲到时候第六课会教这个 不用急 那这个就是指说 我用俄文在讲话的意思 on gavarit paruski 哈拉朔 我那个哈拉朔 就是指英文的well 你是不是可以讲说 he speaks English well 是不是 你是用well 所以这个哈拉朔 我放在on gavarit paruski 哈拉朔的时候 就是指英文的well 这样知道吗 那我们也可以讲very well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讲说 俄文讲得非常好 我就可以讲说 on gavarit paruski 欧亲 哈拉朔 加个欧亲 就是有在程度上在升级的意思 了不了解 那当然哈拉朔的同意词很多 后面我们第六课专门在讲语言 学语言的时候会讲到一些形容语言的 那个形容词或副词 那个他的那到时候再来讲好了 你们就是现在先我们不要就是扯的太远 因为那些东西后面都会教 好再来下一个工作 它是一个动词 第一变位的动词 就是等于是work 那一个字 我们是不是有英文work 他不是job job是名词 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动词 就说他去工作就是 他是动词 那你说老师那工作的名词怎么讲 就说job my job is什么的 对不对 job 那在俄文的话很简单 因为工作的动词是rabortage 那他的名词就是 ra bota 所以是什么性别的名词 对 所以说这是我的工作 it's my job 其实有时候不是翻说这是我工作 是翻什么 这是我该做的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这是我的责任 那俄文就讲说 at mayara bota 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在俄国啊 比如说有人帮我 去图书馆找书 不太会用他的系统 或是我们刚到 那个我那时候当到 就是彼得堡大学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外办的办事员 他们处理外国学生事务的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员 可能帮我们一个什么忙 解决 我们常常会跟他说谢谢 spasiba 对不对 或者是spasiba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 然后他们常常会回答说 有时候他们会回答说 ni es ashto 就是不客气 他们最常听到他们回答就是 at mayara bota 就是说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工作 就是说这是我该做的啦 就是他们可以回答说 at mayara bota 就是说这是我的工作 好 那 49页 来 zavort 工厂 这个是工厂哦 不是公司哦 有什么不一样同学知道吗 工厂跟公司有什么不一样 工厂是指有机器真的在生产东西 然后里面的 有那种第一线的工人 专门就制作就第一线的工人对不对 做工的 好 那 那个公司是什么 公司他可能只是贸易公司 或者他只是一个业务公司 他就接单然后再发包给那个工厂去做 是不是 然后他没他他的工 公司里面不会有机器 所以你看到公司很多都在什么 贸易大楼商业大楼对不对 可是工厂的工厂都在比较郊区 然后都有那个厂房 台湾的工厂铁皮肤 然后就是厂房 我们南台附近的都是什么 工厂 都工厂 有没有 我们南台那后面那个梯洞外面那不都工厂吗 那个都是有机器在运作的 那个是工厂就是raboard 那如果公司的话 俄文有另外一个字 有feel吗 然后也有那个compania 那其实compania就company 都很像那个后面也都会交 没关系不急 那工人就是raboard 你看raboard 是不是跟raboard 有相关 同一个字跟 rab rab 字跟都是rab 你看工作有rab 那动词也有rab 那工人也有rab 那表示rab是自根哦 那你们知道rab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rab我觉得它的意思蛮悲哀的 是奴隶的意思 它就是工人啊工厂就是劳工阶级嘛 所以它是从奴隶这个字演变 你看其他的英文其他的语言 英文的奴隶应该是slave的 你查查看 除了slave还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字 s l a v a 我看s ave吧 真的齁所以它不是 所以啊 俄文 他是东斯拉夫人 捷克波兰西斯拉夫 然后还有南斯拉夫人 为什么斯拉夫人叫slave 因为在第六世纪 第五世纪的时候 这些人他们 可能都过着游牧的生活 或者是 就像我们的 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还没有统一 所以国力非常的弱 这个有上过俄国文化的同学 我就有讲过 那他们那个时候国力很弱 还不是一个统一国家 就是这些斯拉夫人都 就是 都过着就是一个族群一个族群的生活 那他们国力很弱 然后就被当时的瑞典人 还有那个日耳曼人 就是德国那民族 瑞典人就是 是日耳曼民族 你们知道吗 瑞典人的协同跟德国是很接近 他们都是日耳曼民族 然后呢 只是那时候因为战乱关系 一直往北跑一直往南跑 就变匈牙利跟芬蘭 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两 芬蘭语跟匈牙利语比较接近 那 当时这些东欧这些民族 包括俄罗斯人 他们就是那时候因为没有国力比较强 比较弱 就被日耳曼民族当做奴隶在贩卖 被日耳曼民族跟罗马人 还有当时的罗马 罗马帝国很强 罗马人很强 然后当奴隶在那边 贩卖 所以 以前被当奴隶贩卖的不是只有黑奴 不是只有非洲 非洲那些还是比较后来被卖到美洲 一船一船的运过去 好像 好可怜 好像运金刚一样 我看到那个电影 电影不是把那个金刚 非洲抓到那个 就坐那个船 那那个 不是只有他那些黑奴 斯拉夫人早期也是这么可怜 就五六世纪的时候 所以呢 这些人就是奴隶 就被称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 所以他们后来就被称斯拉夫人 就是奴隶的意思 奴隶之主的意思 很可怜 所以他们这个名字一直存在到今天 他们是斯拉夫人 那因为早期就是指奴隶的意思 好 再来 职业 Praficia 是职业 就是那个我们讲的Profession 有没有 我们不是讲说专业的 Professional 对不对 那你的Profession是什么 好 那我可能讲说我的Profession 这边是指专业 或职业 那这边Professia 在俄文是讲职业 也可以当专业 我可以讲说 MayaProfessia Ruskizik 我的专业就是俄文 也可以这样讲 或是MayaProfessia Lingu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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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文 俄文就是Linguist 就是指 Linguistica Linguistica 就是语言学 那我可以讲说我的专业是语言学 可以这样讲 那 在俄文Professia除了当职业 可以讲 当专业 那因为它是音信的 所以只能讲MayaProfessia 我的职业 那如果说以我来讲话 我就讲MayaProfessia 如果是讲职业的话就MayaProfessia 或Prepattavacetica 那如果我要讲说我的职业是大学老师 我就要讲MayaProfessia Prepattavacetica 或者是更简单 直接讲 YaPrepattavacetica 就好啦 就比较口语 那你如果讲MayaProfessia Prepattavacetica 是比较正式的讲法 比较书面的 好那这边有一个Uchicieli 我们学过对不对 中小学老师男生 那女生是Uchicienica 这个Uchicienica 我记得我在讲Uchicien 应该也有补充过 加个Nitsa 就比较女生 女性的 好那Dome也教过吧 房子 读Dome的 那刚刚第一节课也讲过 那E就是Ajin Kervatetica 刚刚也讲过对不对 公寓 刚刚讲过公寓了 那Navacetica 也讲过了 好轻松 刚刚都讲过了 辛西伯利亚 Uchicienica 就是已经 等于 那个英文的Already 那一个字 已经 要Uchicien 什么的 Pensia 是一个名词 阴系名词 是养老金 退休金的意思 那如果说 我已经退休 就是 Yana Pensia 就是那 再加Pensia 就是那 后面接第六个 如果那 加Pensia 就是 意思说我在退休金上 意思就是我靠退休金生活 那就是我退休了 我们常讲说 On Uchiciena Pensia 就是他已经退休了 Ya Uchiciena Pensia 就是我已经退休了 那同学可以查一下 亚结尾的音信名词改第六格 要怎么改 其实是应该是把亚改掉去 去亚改亚 好像是这样 要看 因为他是 亚 好像不对 因为他是 Ya这种结尾可能要单独看 看一下 那如果是 一般的Ya结尾 对 一般的Ya结尾是去亚改 Ya 对不对 一般的 可是呢有一种 结尾是 双结尾的 就是 Ya来看 你记不记得 因为我们在讲 Obshiciena Pensia 那个字的第六格 的时候 一般我们在学第六格的时候 只要字尾 它第六格还是Ya 可是你们那时候就提出 有同学就说 老师Obshiciena Pensia 是Ya结尾 为什么他第六格 变Obshiciena Pensia 那我就跟你们说 有些名词是双字尾 就是要看他后面两个字 因为Obshiciena Pensia 它不是单纯的Ya结尾 它是Ya结尾的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有带你们看 后面的大表格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除了Ya以外 还有一种音线是Ya 也是要看双字尾的 那就是要看后面的 附录里面的大表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Ya结尾这种音信名词 在200页 我们看一下 Ya结尾的这种音信名词 找一下音信 有没有看到Ya结尾的 200页 最上面右边 音信的 有没有看到 除了Ya 除了Ya 还有部分Mia Kisna 可是这是我们课 前面的那个表格有讲到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一蓝是Ya结尾的 双字尾的 那我们刚刚讲Pensia 就是Ya这种结尾的 那你看一下第六个变成什么 往下拉 看到第六个变什么 Yi 所以呢 就变成拿Pensia 这样知道吗 那Ya 那Pensia 那Pensia 就是我已经退休了 懂吗 我写好了 同学到底有没有找到 有 就是退休 他是一个片语要背 那片息 那片息是第六个 好 好 那再来 物理学家就是Phyzik 那如果是物理学 这个学科就是Phyzika 加一个R 学科是音信的 然后物理学家是Phyzik 人是Ik 我们有学过 人都是且里或是Ik 或是Yes 那这个Phyzik是 那个物理学家 好那Institute呢 就是专科大学 或是研究所 学院都可以叫Institute 跟英文很像Institute 对不对 英文的那个学院 是不是叫Institute Institute 那这个Institute 是俄文 看看别的语言 是不是也是 这个同学 我再猜可能 差不多 Institute I Institute 你就直接Institute 那个字 对过去英文 一样 完全一样 你那个都要先输入英文 它应该好一点 应该要用日文也可以输入 用俄文也可以输入 看你刚好会哪一国语言 就 那万一英文不够好怎么办 不就都不要查 好 那下一个邻居是Sasset 阳性 男的邻居是Sasset 那女的邻居就是Sasset 什么 你们可以猜得出来的 对 S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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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阳性的 男的邻居 那女邻居 Sasset Sasset Cut 女的 今天怎么生意怎么好 等一下 Sasset Sasset 是司机 但是这个字好像是外来字 我记得以前我的老师好像跟我讲 外来字好像是法文来的 我不清楚 应该是法文 Sasset 是司机 就是 比如说外面公车司机叫Sasset 也可以叫 也可以说是你请的私家司机 Sasset 比如说我的职业是司机 那就是押Sasset 那Sasset 这个字没有分男生女生 就是用Sasset 可以当男的 当女的 那这是外来字 那有一个俄文字 司机有自己的 有俄文自己原来的字就是 Va Va 其实你看到Cheri是就知道 这是俄文的特色 我有说过Cheri就是指 E ROR 的意思 对不对 Cheri 这个就是指 是不是有一些动词 后面加Cheri 就是表示可以当职业 当人 Va Ji Chheri就是指司机 开车的人 那开车的人他都在做什么 开车嘛 所以这个Va Ji Chheri 你這個動詞 Vazicchi Vazicchi就是開車駕駛的意思 其實Vazicchi它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指我們開車要幹嘛 發動 發動的時候你鑰匙插進去轉 轉的那個動作 發動的那個動作就是Vazicchi 後來衍生成變成駕駛 專門都在Vazicchi的人就是誰 就是Vazicchi的那就是司機 這樣知道嗎 這個是俄文字 可是Chaffeele也當司機 也在俄國很普遍使用 但是他是外來字 有沒有查到Chaffeele 法文是不是Chaffeele 沒查到 那剛剛的那個 我們查什麼 Institute 有查到嗎 是嗎 那其他的語言呢 德文法文也是那個字嗎 就是Institute 那個字 Institute 對 一樣都一樣 對啊 法文也是Institute 德文是那個前面寫一個DAS 我不會唸啦 然後也是Institute 然後也是Institute 俄文是Institute 西文是Instituto 就是它那個O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 我是照字面上這樣唸 它就多一個O 義大利語也是Instituto 它是Inst... 義大利語是少一個N 沒有那個N 就直接Institute 那阿拉伯語看不懂 阿拉伯語就是 這樣子 那個蚯蚓 蚯蚓 還不只是蚯蚓是蚯蚓 是蚯蚓的 好 形容得很貼切 蚯蚓 我還沒有想到這樣子說 好 那下一個呢 prepattavaceli 就是指男的大學老師 prepattavaceli 就是女的大學老師 反正只要加了且里 就表示前面一個字 跟一定是一個動詞 動詞把字尾切掉 再加且里就變職業 對不對 變人 所以呢 既然呢大學老師是prepattavaceli 那你知道 如果我把後面的且里去掉 我只寫前面的那個字跟 把它改成動詞 因為動詞都是起結尾的嘛 所以我就prepattavaceli 以後你們學多了自己都會猜 prepattavaceli 猜得出來嗎 Va 然後呢 馬拉斯 對 prepattavaceli 就是什麼 一樣是教書的教 但是是 應該 我們大學通常都是指教授 所以大學不是叫教授對不對 就是傳授 對不對 傳授你們 就是不是純粹的 Uchichi Uchichi就是教導的意思 就是教而已 那這個 這個prepattavaceli 好像比那種 Uchichi還要更 更高一級這樣子 就是大學的 傳授 或是 教授這樣子 教授你這一門課 那這prepattavaceli 就是大學裡面教書的這種 就是像我現在就是在prepattavaceli 那我是prepattavaceli ca 因為我是女生 這樣知道嗎 很好 同學現在越來越有概念了 好 那ulitsa呢 ulitsa是那個 街道 我記得ulitsa這個字好像 歐洲其他國家語言 好像也有國 也有不知道哪一國 也是叫ulitsa 他好像是ul ulitsa ulitsa 然後什麼的 是法文 忘記我記得也是 就ul什麼東東 他寫出來是ul 然後後面忘記了 那ulitsa呢 就是街道 就英文的street street street 那pustar呢 pustar的話就是 郵局 郵局 concert 是音樂會 就是concert 對不對 英文的音樂會是什麼 concert 對不對 那那個 英俄文是concert 所以他是一個外來語 sabrani 是會議 那sabrani 這個字也可以改成動詞 他是有一個動詞來的 請問會議的話 如果要開會之前 人要先怎樣 集合 對 所以 sabrani 集合 的意思 如果是人的話就是集合 那還有一個意思就是收集 比如說我有集郵票 收集郵票或收集書籤的習慣 就sabrani 也可以當收集 那還有俄國 俄國的媽媽或是婆婆 最喜歡秋天 拿著一個提著一個籃子 穿著雨鞋 然後 把身體都包起來 然後去 森林裡面 sabrani 蘑菇或者是那個椰果什麼 覆盆梅 小藍梅 小紅梅那一種 去沼澤去那個森林 就sabrani 這樣子 去撿一些 那台灣流行什麼 以前 老師小時候阿嬤每次流行 帶我們去 什麼 收集什麼 拉 沒有了 而且 沒有啦 順便洗褲子 阿嬤在旁邊洗褲子 我們在那邊玩水 好 那那個如果 撈那個提著小桶子 然後去撈那個 那個 就是蛤蜊那個 那個也是 用俄文的話就是sabrani 這樣知道嗎 好OK 那我們今天 就到這邊 Tasvidani